不少港人都會趁著假期回大陸玩 不過近日就有網民分享 深圳十大不夠冷氣的商場 不知道會不會令到 探慣冷氣的港人卻步呢? 我們記者上星期六在中午時分 去了其中三個商場 實測室內和室外的氣溫 當中福田區的星河Coco Park最熱 我們第二站就來到Coco Park 我們同樣都在戶外 看看戶外的溫度是多少 我右手邊這個溫度計 現在的溫度是33.5度 而我左手邊這個溫度計 是33.7度 我們現在就來到Coco Park的最上層 其實這裡真的感覺是比較熱 以及焗速一點 可能是因為這裡人流比較多 我們看看實際的溫度是多少 我右手邊這個溫度計 是31.7度 而左手邊這個溫度計 也有32.1度 而在集中了不少食肆的樓層 擺放了大約十部冷氣機或者風扇 又由東莞來的旅客覺得 星河Coco Park好熱 要用小風扇驅鼠 又形容香港和深圳的商場氣溫 是兩個極端 這是兩個極端 香港不管是麥當勞便利店 還有你們各種街頭小巷的精英店 還有那種藥妝店 都是冷到那種會死人的那種程度 就是屍體在那邊也不會變質 但這邊我覺得這個商場設計不合理的地方 因為它中間你看它是有陽光可以接觸的地方 商場就很熱 冷還可以加衣服 熱了的話就只能在這邊心靜自然亮 另一個港人經常去的黃庭廣場室內 亦都錄得高達30度 不少人開著風扇仔走商場 有不上的港人說室內30度有點過份 但你不會繼續到訪 你香港商場那些 你一進去就已經 溫度的差別已經大了 你會涼很多 你30度你不會覺得涼 你的舒適應該都不會在30度而覺得舒適 你在室內的應該你起碼 因為如果在香港來講 你25度都不會覺得很涼 那變成可能你再低一點 還有你人流始終多些 內地的商場 我覺得低一點會舒服些 而位於羅湖區的金光華廣場 就較為冷快 跟香港的商場差不多 室內外溫差大約6至7度 請大家給予一些 我們下午後 請 Lapu